各位網友早晨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月18日 星期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跟進一下昨晚陋夜有一宗葵衝醫院的護士 涉及三度打病人的過程曝光 是怎樣的情況 為何會打病人然後再被揭發 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一箱治安消息 元朗又有搶劫案 兩個匪徒當街搶現金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亦都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葵衝醫院護士涉及三度打病人的過程曝光 當場被捕過後保持沉默 據報右掌刮左邊臉 右拳吐臉和身 還有推人埋牆 報導的內容提到 葵衝醫院在昨日公布一名職員 疑似襲擊一名病人的過程 據了解受襲者是一名22歲 患有嚴重精神發育遲緩的病人 施襲者是一個61歲的護士 在工作時間三次打病人的 先掌刮了病人的左邊臉 再用右拳打左臉和上身割一次 再將病人推向牆壁 目擊過程的醫生立即報警 護士被捕過後一直保持沉默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打病人的過程曝光 相關的醫生立即報警 護士被捕 暫時未知甚麼動機 受襲人姓羅 據報22歲 患有嚴重精神發育遲緩的問題 另外也講講治安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白鄉原江村非華裔男子遭到搶劫 兩名匪徒掠走萬元現金過後 逃去無蹤 報導的內文提到 白鄉發生搶劫案 在昨晚近7時半 警方接報有非華裔男子 在錦上路原江村街頭被打傷 警員講治初步調查過後 相信48歲的男事主 遭到另外兩名非華裔男子 劫走一萬元現金 期間更加被打傷眼部 胸口手指都感到痛楚 據了解涉案現金 是男事主早前向女朋友借回來 警方是把案件列搶劫處理 正在追輯疑犯歸案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又會知道他身上有一萬元現金 在說動手動腳 打傷個人再搶錢 據報在元朗的元江村發生 另外也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的獨家訪問 陳茂波才爺說 可以見到短期內 不具備推行資本增值稅的條件 對港股充滿信心 報導幾個內容提到 財政預算案下個月發表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早前出席諮詢會的時間提到 資本增值稅屬於政府研究範圍之內 引來社會關注 甚至有評論指 唐若香港開增資本增值稅樓市 將會出現恐慌性的拋售 正於瑞士出席世界經濟論壇的陳茂波 就越洋要接受星島頭條的電話訪問 目前就說 可見的短期之內 不具備開增資本增值稅的條件 強調是要考慮香港的競爭 鞏固經濟的復甦力度 對資產市場影響等等的因素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財爺的人明明就在瑞士 都越洋接受訪問 快快說清楚 據報一錘定音 短期內不具備 推行資本增值稅的條件 本來已經說到熱紅紅 就說人們賣樓的話 有機會賺錢 在那裡又能夠徵稅 不過日前摩根大通警告 若然真的行這個方法 恐怕香港樓市 就會出現恐慌性的拋售 另一點相 港股近來相當麻煩 現在最新已經去到14000點 越跌越有 財爺就說 對港股有信心 現在不只是信心 能夠解決問題 對財爺 接下來財政預算案 一定要有 救市救經濟的方法 策略 我們認為 派消費券 派錢 還富於民 是最直接的做法 財爺 故意越洋 回電話給星島 說到短期內 不做資本增值稅 令賓箱暫時未有再回應 究竟會不會繼續派錢 另外也講講這單的政治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謝偉俊說 有市民反映 政府著重內地人的意見 口齒薄屁 擔心引起小紅書自講的觀感 曾國衛是有回應的 報導機內 看到 近年不少內地網民 在社交平台小紅書 發表和香港相關的言論 謝偉俊說 有市民反映 內地居民的言論 往往獲得香港特區政府高度重視 反觀不少本港市民持續發表意見 不過遲遲未能得到官方同等的重視和回應 容易令人覺得口齒薄屁 甚至是小紅書自講的觀感 當中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書面回覆 就說 無論在本地還是內地社交媒體 提出有關香港的建議 特區政府都會同等重視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謝偉俊現在都相對敢言 說近期其實是否小紅書自講 因為因為因為小紅書寫什麼 官員立即有回應有跟進 相反本地市民喊極很多的意見 相反本地市民喊極的意見 那些官員就好像沒什麼回應 一來派錢 二來垃圾徵費 近來都搞到頭都大 官員書面回覆 因為立法會有分口頭質詢和書面的質詢 書面回覆 就說兩者我們都很重視 是否真的呢 謝偉俊就說到 感覺上就好像很重視內地網民的意見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但阿礦仔說在民生的角度出發 最好怎樣提振香港的經濟 方法已經有了 爭取高官聽不聽 若然今次真的斷攬不派錢的話 香港的經濟 接下來走下坡的情況 是令人相當擔心的 但願了 還有距離財政預算案 有些時間 我們就繼續努力做好倡議 另外亦都說說熱話 根據HK01的報道 話說都八特通未過數 餐廳員工追出去的叫付錢 食客大聖被冤 反而遭到網民直斥他西客 報道機內文看到 事主在星期日 1月14日 在Facebook群組發帖文革 表示他當日就到荃灣 一間茶餐廳吃飯過後 用八特通付錢 都完八特通就離開 想不到有員工 其後追出餐廳門口 大聲地叫停事主 說他未付錢 很多途人的目光 都立即注視著他 令到事主感到很尷尬 事主就說 其實我是撞了 不知為何撞不到 但因為我兩隻耳朵 在聽耳機 以為給了錢便走人 他在文中就批評 那間餐廳的員工用詞不當 不應該直指他未付錢 應該要說過不到機 未過到機等等 路青不是走出來 大聲罵我未付錢 搞到我好像吃霸王餐一樣 他又說自己光顧那間餐廳多年 不過就因為這件事感到非常氣憤 就說了 神早流流被人屈 祝你早點倒閉 不過鐵文一出 有更多網友反斥事主 有錯在線 紛紛留言就說了 明明自己錯在線 就說到別人錯了 這個人人格真是特別 也都說了 大聲又話人大聲 細聲你又自己塞住自己的耳朵 好像不關自己的事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好網上熱話一則 本來事主想寫上網公審這間餐廳 據報在荃灣 不過鐵文一出過後 一眾的網友都不撐事主 反而撐餐廳 就認為這個事主有錯在線 的確若然你都八得通 都要確定過了數才行 若然你走了去 員工追出來有多麼出奇 另外你真是未付錢 不知大家怎樣看 不妨劉改賢聊一下 我是鄺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